哈囉大家好,我是JC娜娜 我今天想來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腮紅collection 那因為呢,我前幾天在整理我的化妝作的時候 發現我擁有的腮紅數量比我個人意識到的還要多上很多 我擁有了粉狀、霜狀以及液狀的這三種不同質地的腮紅 然後數量加起來大約就是20顆這樣子 那所以這些主要的模式呢,我就是會來做手背上的刷色 然後就是依照這三種不同的類型來移做刷色 第一個要來刷色的是Benefit Dandelion 它是一個非常柔和的粉嫩色調 它是最經典的腮紅之一了吧 最經典的也是年代最久遠的 在我Benefit要刷色的三個色號裡面,粉質是最乾的一個 再來Rocateur這個顏色呢 它是一個有一點點帶著古銅色調的玫瑰色 它在盤裡面看起來是有一點點微微的shimmer 但是其實上臉之後,它就是一個比較霧面質地的 Galifornia這個顏色是一個葡萄柚的顏色 那它這一色呢,就最表層有一層金色的shimmer 多用幾次這個金色三分就已經不見了 那接下來刷的呢,是Colourpop的Galade 它是有一點點橙橘色的 這個顏色因為很顯色,所以擦起來還蠻高調的 只是Colourpop的一貫問題就是越放會越來越乾 這顆也是Colourpop的,它是Between the Sheets 我很常在我的影片裡面會用到 它是一個乾燥玫瑰色,所以我個人非常的愛 Colourpop用手指上大致都還算OK 但是用刷具其實還蠻難沾取的 接下來的腮紅是Industry的 這一個呢是6號,它是一個比較深的乾燥玫瑰色 這顆顏色也是我近期很偏好的一個顏色 但是因為它很顯色的關係,所以上的時候容易失手 接下來的7號是一個很典型的玫瑰色 顯色好加上顏色本身就比較重 所以也是下手要很小心的一個顏色 目前為止6號跟7號的粉質我都很滿意 接下來的15號呢,它真的是一個閃閃發亮的Baby Pink 那因為它顏色蠻淺的關係 然後可能加上有一點點亮粉 所以雖然它的質地是還蠻滑順的 但是有一點點顯毛孔還有肌膚紋理 接下來是ELF這個美國開架品牌 它的腮紅以及修容的雙盤 是一個很漂亮的血色感 然後顯色度還不錯 這一顆是今天介紹裡面最最最最便宜的 這次把它拿出來之後 我就在思考為什麼把它遺忘了 再來NARS的這一顆腮紅也是經典 它的顏色是蜜桃粉裡面帶金色的閃粉 這個顏色是被公認很稱膚色的 因為顏色很顯色,所以下手的時候也是要小心 Orgasm是有第一顆腮紅 所以它的歷史有點久遠 然後到現在都還是用不完 再接下來是LORAC跟神鬼奇航 在去年出的一個夾彩盤 LOSSO這個顏色 我覺得它已經有點畢竟是Bronzer的顏色了 我通常會搭配其他夾彩使用 讓它變成一個髒色腮紅的感覺 接著Caribbean這個顏色呢 也是一個比較深的乾燥玫瑰色 那很抱歉喔 這個沒有用得很好 因為有點出鏡頭了 整個盤的顯色度都很棒 然後分子也不錯 就可惜它是一個限量款 接下來Addiction這個24號Rosebar 是我最近的新寵 它也是一個蠻深的坑灶玫瑰色 我知道我已經講過好多次了 接著就是Tom Ford這季新出的夾彩盤 這個顏色是珊瑚色 這樣一字排開發現其實每一色腮紅都有一些許的不一樣 這個YSL的霜色是唇甲霜 那接下來這個是魅魅瑰的 它顏色很粉嫩很糖果 但是就是很可惜它並不是非常的持久 在臉上很容易就掉了 接下來就進入液狀啦 那這個是Benefit的GoGo Tint 它是一個櫻桃粉色 水甲露的好處呢 就是可以一點一點慢慢的堆疊 壞處就是要及時的把它推開 像Tica的這個液態的夾彩 也是我比較少有的橘色調 接下來這個很特別的是 季凡希的黑色腮紅 YSL的這個色號乍看之下是還蠻深的顏色 但是慢慢推開之後變成還蠻自然的一個色調 畫面上應該可以看得到 就是我在試著把Maybelline這一款腮紅推開的時候 手上顏色跟著移動了 所以它的附著力是有一點點不佳的 所以剛剛剛剛那五色我才發現我還有兩色 那這個是Edition的12號 然後它是粉色裡面帶了一點點金色散粉 但是它的散粉不是特別的細緻 所以我沒有很喜歡 我原本以為這一色會是紅棕色 但其實來了之後我發現它還蠻紫調的 那我有點後悔 我應該定15號的 這顏色實在是太深了 雖然說如果再薄擦一點 可能會效果比較好 但是怎麼看都有點像瑜琴耶 這個是NARS的Orgasm 然後這是Edition的12號 我原本以為它們兩個會挺像的 就後來發現Edition的橘一點 然後Orgasm還是粉紅一點 桃紅一點 這個是24 Edition Caribbean 這色是Colourpop的Between the Sheets 然後這個是Annisfree的6號 來做一個side by side的比較 這色呢 是我覺得比較算是乾燥玫瑰色的 這一色是Colourpop Between the Sheets 這一色是Annisfree的06號 然後這色呢是Edition24 然後再來這個是Lowrack的Caribbean 這是Rockateur 突然覺得Rockateur也挺像 偏橘調的呢有這三個 這個是香提卡的 它是Lifley這顏色 Colourpop跟Lade 這兩個顏色我是覺得有點近的 再來是Tone 4的 帶一點紅 感覺會帶紅一點 好的 那麼以上就是這一次的主題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也要記得去收看我的打亮特輯 裡面有10款我喜歡的打亮 那就這樣子 大家掰掰 掰掰